Consumer Report 让你成为生活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消费者指南节目 我是柯南 那在汽车市场里面呢 有两款车 一款呢是这个本田的Honda Accord 还有一款呢是这个丰田的Toyota Camry 那么这两款车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竞争呢 历时已久 而且呢非常的激烈 有的时候呢 当其中的一款车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升级 或者是进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另一家呢会立刻的跟进啊 不甘落后 那之所以如此呢 其实这两台车真的是非常的接近 那不管是从他们的这个空间尺寸方面 包括他们的这个动力啊 包括他们的这个价格呢 其实都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区间的 那么也可以说呢 这两款车呢 长久以来是经历住了这个市场的考验 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的选择 因为不管是说 他们从这个经济适用的程度 还有包括他们整个车子的这个可靠性 他们的质量 包括这两台车呢 最常被大家称赞的两点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低油耗 以及他们的这个空间的舒适的程度 所以呢 就会成为很多消费者呢 都会去考虑会选购的两款车 那么正是由于他们有如此多的优点 然后又这样的接近 导致很多消费者在购买 在选购的时候呢 往往会把这两款车呢 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究竟这两款车哪一个更好一些呢 或者说我们在这两款车里面选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去选哪一款呢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带大家去深度的看一下 这两款车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那么希望呢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这里呢 事先声明Consumer Report 它对比的这两款车呢 分别都是今年新款 也就是2023款的这个Honda Accord 和这个Toyota Camry 而且呢 两款车呢 都是这个Hybrid 就是油电混动款的 最后呢 他们是在这两款的这个车子里面呢 对比了他们各个方面的表现 最后呢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Honda Accord 就是这个本田的雅歌 或者叫雅歌啊 那这个2023款的这个Honda Accord呢 它其实是经过重新设计的 然后呢 它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么今天说的这个 混动的版本的话呢 它是只存在于我们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高配啊 如果说大家觉得有点混乱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这个Honda Accord的这个LX和EX 这两个Train 这两个配置的话呢 他们就是只有这个普通的这个纯油动的这个汽车 然后只要是其他的任何的这个Train的话呢 都是可以装成混动的 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首先呢 说一下这个车子的这个内部啊 内部的话呢 这个Consumer Report给它的这个应用性呢 打了非常高的分 Honda的这个Accord 它的这个中控台的话呢 其实跟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新款的一些 注重于使用这个触摸屏幕的这些车子的话呢 还是差别非常大的 相比来说比较传统一些 它仍然的有一块还算不小的一个屏幕 但是除此之外呢 它也有一些非常好用 非常应用的这个旋钮 以及一些按钮 如果说你用不惯这个触摸屏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物体的这个实物的这个按钮和旋钮的话呢 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呢Consumer Report还特别提到 它的这些按钮的这个设计的话呢 也都是非常的人性化 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的这个旋钮和按钮的话呢 尺寸的话呢都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方便 另外呢就是在过去的一些这个本田的这个车款里面的话呢 换挡的时候它用的不是这种把手而是一些按钮 那么在这个2023款的这个Honda Accord里面呢 它还是把它换回了这个换挡的把手 这个呢对于很多开车的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比较习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之前的那个按钮的话呢 不是特别的习惯 那至于在这个车厢内的噪音方面的话呢 Consumer Report也认为它的整体来说噪音呢 还是非常小的 但是呢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轮胎的噪音呢还是稍微的有一些些的明显 尤其呢是当你坐在这个后排座椅的时候 而且呢如果在这个车子在这个高速上面行驶的话呢 也会有一些这个风阻的噪音稍微的会冒出来 相比来说的话呢会稍微显得有一点点吵 但是总体来说呢 整个整个的这个噪音的程度呢 把握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Consumer Report呢特别指出这个本田的这个Accord呢 它的最大的一个亮点 是它的这个2.0升的这个汽油发动机 那这款双电机的混动力的这个发动机呢 它其实是模仿了常规的这种自动的变速器 它的这个升档 所以呢让它的动力的输出呢 变得特别的顺畅啊 特别的可以预期 就是不像很多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开起来的时候呢 当你在这个连续变速的时候 它有一种像橡皮筋那样的弹一弹的感觉 非常的顺滑 这会导致呢很多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呢 其实跟这个实际的这个加速呢 并不协调 这也是很多其他的这个混动的车会有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平稳的这种动力系统呢 让这个整个车开起来的感觉呢 就更加的精致一点 更加的顺滑一点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驾驶感呢 其实是比这个Toyota的Camry呢 要更加好一些的 那这个Honda Report的其他的一些优点呢 还包括它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表现出的这个操控感呢 非常的敏锐 又非常的精准 而且呢这个车身的倾斜呢 也是基本上保持到了一个最小的一个程度 那么在这个Consumer Report 它做的这个避险演练的这个测试当中呢 它表现的也非常的出色 达到了是这个56.5英里 每小时56.5英里还能够这个避险 所以说呢是非常好的 悬挂系统的话呢 也非常出色啊 能够很有效的减震这个大多数的这些颠簸 那么和上一代的这个Honda Report呢 非常的类似的呢 是它的这个后备箱的容量也相当的宽敞 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行李箱 而且呢它尽管是一块这个混动的车 它有一个混动的这个电池 它的这个电池的摆放的设计呢 也非常的精巧 并没有占用额外的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那么在车子的这个车头灯的测试当中呢 这个Honda Accord的这个LED车头灯的表现呢 比这个Toyota Camry呢 要更加的好一点 就算是用这个low beam 用这个低光束的话呢 也是能够照出这个非常明亮的白色的光 能够非常有效的照亮前方 以及这个侧面的道路 标配的这个自动的这个远光灯呢 也能够允许这个驾驶员呢 充分的利用远光灯 不用这个自动的手动的去切换 它能够自动的感应 那在这个刹车测试 也就是breaking test里边的话呢 Honda Accord的比这个Toyota Camry呢 也是表现的要更好一点 不管是在这个干燥的路面 还是在这个湿滑潮湿的路面 它的这个刹车距离呢 都比这个Toyota Camry要短10英里 所以说它这个刹车的散会的话呢 还是比较精准 比较快速的 那如果我们买的是这个混动版本的 2023款的这个Honda Accord的话呢 其实它本身就带了非常多的这个安全的特性在里面啊 包括像是这个AEB啊 就是自动紧急制动啊 这个AEB的话呢 是可以在高速公路的速度下工作的这个AEB啊 包括呢 像是这个行人检测啊 这个车道偏离警告啊 车道中心辅助车道保持辅助 还有这个自动巡航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那么以上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2023款的Honda Accord的 所有的这些优点的一个总结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就我们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么下周的话呢 我们会来继续谈一谈这个 Honda Accord它的一些缺点 包括呢 像是这个Toyota Camry的 它的一些优缺点 那最后呢 再会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